欢迎收看股声响起 我是紫燕 我是阿翔 节目开始前先帮我订阅阿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喔 好老师 今天的大盘啊 我快吓死了 早上不是还开高 涨了两百多点 结果我只不过是去看了一下 处理一下就是录影的东西 回来怎么一堆股票 从从那个涨停 然后突然就杀到翻黑了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喔 今天有一些融资 杀出来的一个现象喔 那当然详细的数据还是要等晚上的融资的一个水位的减少的幅度来去观察 那投资朋友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也就是说盘啊 本来提早规划很多事情其实就可以避免 那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先谢谢所有按赞的好朋友 谢谢留言的好朋友 大家真的要努力的看节目 用心的看节目 因为凡事我们很早都已经提醒过 那在指数的部分呢 我们等一下一并来谈 我们先来回复一下 在4月17号 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已经告诉各位你要开始提高现金比重 然后4月18号我们又再一次的提醒一次你要提高现金比重 连续两天4月17 4月58连续两天讲了 然后在我们的盘中及时的小叮咛Liat上面4月18号 礼拜四的11点22分 也告诉我们加入Liat的好朋友要留现金在身上以防身 那整个加权指数4月17 4月18就是这两根的红K 我相信有蛮多的财经专家在这两天财经节目 可能是这两天被骗上车不小心这个卡住了 那当然这两天骗上车之后之后就往下整个跳水嘛 跳水然后今天再带有一个长上引线的一个黑K 而且还收在最低 所以你就日K线的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没有任何止跌的明确的讯号 而且今天又整个急速的一个量输 那我们也不要去做预设立场的一个动作 什么叫预设立场 在这边会有人假设季线会有防守 不要去做这样子的猜测 不要去做这样子的猜测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看讯号 什么样的讯号 就是说你看到目前为止 这是先前的一个非半的指数 这个是季线 你会发现你去做这样子的猜测 后面它就直接跳到半年线 这一段又差了多少 这十几个百分点的跌幅就下来 所以投资朋友不要去做这样子的猜测 那当然今天的亚洲股市 有稍微到目前为止有稍微反弹 但是你要记得 记得什么 像南韩现在是反弹1.45个百分点 但是它是已经跌破季线 回测到半年线之后才反弹 然后呢 日本目前反弹一个百分点 但是它也是破了季线 以下很多 然后才反弹 所以您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回过头来看 你说台北股市 到这个位置 你说马上这一定会有防守 我们不能这么说 喜欢拆高点拆低点的 往往有时候损失就会非常的惨重 所以我们做股票千万不能用拆的 你要看到讯号 然后再去规划你的策略 你的策略能够决定你接下来的是不是能够赚钱 就像 你看我们的节目也很清楚跟各位讲 Diet还特别在盘中11点22分都提醒你了 你都有时间可以下单 都有时间可以提早做准备 所以那时候有适度留一些现金的好朋友 我相信这两天 你可能的想法是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低接 可能是这样想 那当然这也很正常 所以投资好朋友 凡事你就先做好准备 早点准备 其实很多的事情 它其实就会慢慢朝好的方向在走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一样再一次跟各位再提醒 检视持股 勇于面对首相的股票 不对的股票你要淘汰 不要让小的损失变成大的呆账 有价值的股票 长线有效保护你的资金 等一下会来谈什么叫有价值的股票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 还是适度的先保留一些现金在身上 什么叫做不对的股票要淘汰 我们举例来说好了 来 这是6104的创委 这叫6104的创委 那它现在的融资使用率还有20 差不多还有27% 还有27% 你有没有发现 它不是它不像其他的有一些还有一些电子股 还是维持在均线之上 它是整个盖头反压往下 所以它上面而且加上它筹码本来就乱 所以它上方就有层层的套牢卖压 所以像这样子的股票 你要它反弹 如果别人大盘在反弹 假设明天跌升出现大盘反弹 它会谈一些 但是谈的幅度相对就会比人家少很多 因为筹码乱 逻辑上就这样 所以投资朋友这些要特别注意 有些不对已经整个弯童向下的果要呢 有时候你为了为了不舍得 反而它会造成大的呆涨 这是要特别提醒各位所有投资好朋友的 来我们先回复一下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 鸿海的一个动作 一样还要在这个回顾 因为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新的观众朋友是第一天看我们的节目 来我们等一下一样会来讲鸿海 公公不再慢慢走 是我在3月13号就已经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开始在做鸿海 那时候股价买到不到120 然后呢在3月15号 我们跟说在非凡股市现场说 这个鸿海这一次你要先报了 后来后面最高当然是涨到161块半 然后既然谈到股市现场呢 我们要再次提醒礼拜三 这个礼拜三 我们节目要暂停 因为我要去这个非凡 录财经节目 所以当天就没有办法在网路上帮各位去做服务 所以你要追踪阿翔老师 每天动作的好朋友 就烦请加入我们的LiAT 因为LiAT都会有盘中的即时小报告 至于LiAT怎么加入 下方有ID 又或者是等一下你继续看下去 你就知道怎么加入 好吧 好那我们这个是鸿海的会员朋友的讯息 你就观众朋友自己去做对照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AI伺服器的概念股 的一个股价净值 更新到今天盘中的一个状况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你看从我们大概4月中开始追踪这个数字 直接应该也有发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红海的净值就差不多1.3 1.4 到目前为止 没什么动 但是呢广达先前最高来到将近5.8 5.9 他整个修正下来 银叶达伟创技嘉全部都修正下来 所以呢这背后就代表什么 来我们来给各位去做对照 你有没有发现红海他就是很抗点 对 相对整个盘势来说 因为毕竟他1386亿的股本 他多少都一定会受到指数修正 而拖累的一个影响 但是你这时候去对照对照什么 这个叫做2382的广达 哇这个跳水跳得凶啊 出息后就一路跌 然后这个叫做3231的伪创 然后这叫做2356的音业达 然后呢这个还有什么伪创音业达 广达技嘉也是一样 技嘉还修正了更早 所以这背后其实代表了一个含义 什么样的含义 就是说你今天股价 他没有偏离他的一个价值太多的 遇到这种盘势之下 你会发现他相对就是很抗点 这就是所谓的价值的一个概念 因为过去的广达 音业达伟创跟技嘉 他们过去得是超涨 而且涨的偏离他的基本面太多 所以你看像那个广达 他涨到这个净值 股价净值比快6倍 当时候的一个这个鸿海还在1.4倍 你会发现一修正下来 超涨的涨太多的 一修正下来就是比人家凶很多 反而那个其实整体来说 没什么涨到没有偏离基本面 没有偏离他的价值太多的鸿海 你看他他也没什么事情 投资朋友应该有发现这个这个概念的 所以我们一直要给各位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电子股 成为外资的提款机 但是他们在提款的时候也会去算 超涨了涨太多的 他们会去提款提的比较多 那当然没有偏离基本面太多了 当然你相对就提的少 这很正常 所以到后面呢 同样的我们再一次 如果从中长线的一个角度来去看 AI伺服器的一个概念 因为毕竟第三季 GP200 NVIDIA的GP200就要正式开始供货出去 后面营收就会跟着上来 这时候你就要去看 相对没受到什么影响的 后面追上 这个其他家的净值的 机会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一直在讲 鸿海 他有他的价值在保护他的股价 有价值的股票 在这个时间点 他是能够用中长线的角度 来保护你的短线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说 低成本部位的鸿海 就是报老报警 逻辑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分析台积电 我们今天就不再赘述了 这是NVIDIA NVIDIA在上个礼拜五跌10% 重挫 重挫 然后其他的 有一些也跌得很惨 那他这一根长黑呢 因为毕竟NVIDIA很重要 他是一个NVIDIA的一个龙头嘛 他是一根长黑灌破了 这条是季线 这条是季线 那当然是不是会能够快速的指纹 我认为啦 短线上他需要整理一段时间 在这边盘个一个相对的抵出来 这才会比较合理一些 所以投资好朋友 不要急着强短 不要急着去摸底 你在融资没有明显退场之前 你不要急着乱摸乱滴结 听懂那个意思没有 所以我常常讲 做股票不要用拆的 你要看讯号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头 开中民意就跟各位讲 你不要去假设 季线一定会熟 对不对 就像我上个礼拜说的 你不要去假设说 哇以色列跟伊朗 一定都是在演戏 不能这样讲话 对不对 所以你当你明白之后 我们常常讲 看筹码买现在 看产业买未来 产业是保护你股票 中长线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筹码是现阶段 保护你去了解 大户这些聪明的资金 在电子股 外资大逃杀的情况之下 他们往哪个方向去 所以呢 以下等一下我们会来给各位 一个一个看那些讯号 要怎么看 大盘子跌的讯号到底是哪一些 等一下一并来讲 然后这个是洪家军 相关的洪海子公司 相关的这个股价净值比 你可以去看看 研究一下哪几党 比较有它的价值 好不好 这是中长线的角度 来回过头来 我们以上跟各位谈的 都是要告诉各位 谋定而厚动 万事皆有法 所谓万事皆有法 前面一句大家应该都懂 万事皆有法就是说 任何的事情它都有一定的规律 包含了股票市场也一样 所以呢 今天如果说一直有人告诉你要强短 会要大反弹 我要告诉你 反弹不是一天就可以造成 罗马也不是一天就造成的 不是吗 我们再举一回过头来看这个 这个是七千多亿 整个一根带量长一杀下来 然后今天呢 量整个缩下来四千八百多亿 然后还带有一个长上影线 你觉得这个怎么马上化解 很难吧 对它不可能马上化解 所以你落底一定要有几个讯号 纵使急跌过后反弹 它的月线也已经下弯 所以短线已经转成空头 但是呢 中线季线还在往上走 当然所以会有人去假设说 它季线会有防守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看了周边这么多的国家的股市 破季线的比比皆是 那台湾又不是自己一个很大的经济体 可以靠自己的内需去救整个市场 也不太可能 所以呢 万事皆有法的意思就是说 跌升 跌升反弹只是止跌的第一步 跌升反弹过后 你低一点还要不能再破低 打出一个角 两个角 三个角 那个才能够逐步去确认底部不是吗 那这些数据都没有出来 讯号都没有出来之前 就贸然的冲进去用力的抢短 然后又去抢电子骨 那就很可怕 就太过于躁进 所以呢 我们这边跟各位分享 谋定而后动 万事皆有法 你好好思考一下这对不对 喜欢的话欢迎按个赞 好吧 来 这是我们的Line 我刚刚有说过了 礼拜三小时没有办法在网络上面 跟各位见面 所以呢 有需要追踪我们每天对盘式观察的好朋友 就欢迎加入阿翔老师Line 每天盘中都会有最及时的分析 告诉你哪些要避开 告诉你现在可不可以低接 告诉你现在是不是该保留现金 一切好的坏的盘中就会先告诉你 好吧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进入我们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 买现在的一个时机点 来 我们刚刚谈到谋定而后动 接下来我们分成两个步骤 第一个先谋定 什么叫什么叫谋定 你要先观察这些讯号 在股票市场的谋定 就是你要先冷静下来思考 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不要因为可能你现在 可能有股票赔钱或者是套住了 然后避而不谈 或者是不看 或者是完全不管 不管或者是担心害怕 而做错了动作 来我们先确认以下几个讯号 第一个NVIDIA是不是能够止跌 因为刚刚已经跟各位谈过 他在上个礼拜五 一根长黑灌破了季线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观察 就是说这根长黑 是不是至少收复一半 另外再来 他的季线是不是能够 在这几天之内站回去 如果站不回去 他就必须要在季线下 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讯号 第二个台子的季线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说确认有效的支撑 所以做股票在这个时间点 千万不要照进 你先稳定下来 后面就有机会赚钱 你现在一直不稳定 一直进进出出 冲来冲去想要去摊平 我告诉你想要抢反弹 很多老手 他就是死在想反弹身上 没错嘛 对不对 再来新台币是不是能够止扁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主要的卖压来源 就是来自于外资 那外资正在提款 新台币他就一直贬值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最主要的卖压来源 他没有这个解决一拳 解决一千 是不是 你就必须要去观察 那如果说以上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第一个 你的股票选股在这个时间 外资持股太多了 就千万不要碰 因为讯号没有确认 没错嘛 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很合理 所以呢 我说谋定 再来我们等一下来谈 后动是什么概念 那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来跟各位分享资产营建 本一笔7倍的股票 今天增加震荡非常的剧烈 那看技术面的一定会被吓一跳 但是这种股票 基本上不用看它的价格 你要看它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接下来第二季的时间 会开始非常密集的入章 我们就点到为止 本一笔7倍的股票 好不好 那一档资产营建 来 这是在3月27号 我们去飞门股市现场 介绍的这几两股票 你会发现3月27号到现在为止 几乎党党都是标股 是 这不用再说了嘛 对不对 你看到这样子的走势 你持有这样子的股票 你对照大盘跟你什么关系 3月27号什么位置 来我们去对照一下 这一天 还可以 86块半 今天收盘124.5 3703的新路 这个是也之前 最近这两天也有 其他的同业好友也跟着在讲 谢谢你们 谢谢 认同我的看法了 谢谢了 然后这2548的滑顾 所以呢 这些都不再赘述 还有2501的国建 很强 都很强 你会发现资产营建为什么强 其实概念是来自于什么 等一下一起来讲 你不要一直觉得房价贵 来 我说过了房子是给钱住的 不是给人住的 来这是4月9号 这个那时候第二季的产业焦点 我们就已经在讲了 这些一直在重复 我就不再赘述了 好 那这些都谈到这边之后 我们接下来谈后动的一个部分 因为谋定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观察大的局势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止跌 那当然你外资的股票就要先避开 而内支呢 他其实一直拼命有在防守 所以这个其实就 子彦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早上这个看开盘涨100多点 为什么稍微去忙一下 回来就忽然就变跌的 那是因为内支在防守 但是内支防守 我要告诉各位 电子它也守不住 电子守得住的话 怎么只说这几天跌1000多点 是因为电子股都是外资 吃股多吗 散户也多啊 对我之前其实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之前其实从3月底 我们在讲第二季要非电电子 电子非电要平衡布局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提醒 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说你千万不要 全部资金都买电子 然后看到我在讲非电的时候 就不喜欢 对不对 你会发现我们直接 早就预告散户的心态了 对 对不对 所以投资好朋友 那我们回过头来 电子股其实不是内支不防守 而是因为外资筹码太多啊 然后这样散户也很多啊 所以稍微外资一倒出来 那散户就吓一跳 那顶损卖压一直出拢 那请问你那支没事去守那个干嘛 等到他自然落底 守几个重点全职 这样就好了 那其他的就不管 就会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看那OTC 破了季线再破 然后测到半年线 连续两根大长黑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投资好朋友 电子股不是内支不守 也不是他不好 而是说第二季 我们从三月底讲到今天 已经4月22号了 每天节目都在告诉你 电子飞电 你资金一定要 引一些去飞电来保护你 讲了一个多月了 你会发现 规划早点准备 能够有效保护你的资金 所以投资朋友 不要被过去的自己 限制了你未来的想象 像你看前面 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 你可能看不上眼 就党党都标股 对不对 党党都标股啊 没错嘛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去 跟各位谈 你这边要特别注意 我写的第二点 资金 现在业内资金大户 它电子在撤退 资金流入飞电 所以你量要够大才能容纳嘛 对不对 所以大象每一只资产营件 很多都是大象 连大铜都飞天了 超大的一只象都飞起来 超大一只象 对他很胖 胖到一个几百年不会长的 所以投资好朋友 这是资金大幅赶快移转的效应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去思考 进一步的概念 就是这些大户 他接下来要往哪边走 不然他从电子股抽了这么多钱回来 他也不知道放哪里 对不对 有可能一部分他又跑去买房车 正常嘛 那一部分他留在股市当中的钱 他当然就去买这些大的极端的股票 来做防守 来做防守 远通集团 永风渝集团 台硕集团 最近台硕集团也开始 有不错的表现 台南方 有兴趣观察一下台南方 我这边其实都在提醒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台硕 这是台硕 先前 这个测下来 急杀测下来 再测 这个第一 测第二次低点的时候 带量 再来又破线带量 V转上来 对不对 这边又防守 第一点开始 第一点没有破低了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当然持续观察了 我不是说趋势马上改变 但是你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资金 快速的移转过来 这是1440的南方 所以投资好朋友 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你 这些大户他资金一直在跑 因为大家都 这些大户他也不确定两件事情 第一个 这一波电子股要修正到什么时候 第二个 那个以色列跟 伊朗的一个状况 到底实际情况如何 大家也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保护你自己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说过了 早点规划 真的很轻松 那你可能看到这边 你会想 老师那今天怎么没有谈加龙 对加龙今天稍微谈一下 这没什么事 涨太多了 今天跌停 他分盘交易量级说 我之前不是跟各位说 这一天我们先获利卖了一半吗 对 先前28块85买了吗 这边先获利卖一半 剩下一半我们就守庭力点 守庭力点就好了 搞不好明天就谈上来 他也没锁住了 搞不好明天就谈上来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整个逻辑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今天这一张就请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当作你防守的时候 能够资金避险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说临时资金很多的 不知道怎么防守 阿翔老师会教你 好了 那最后还是要 大家要加油 然后我相信雨过 终究会天晴 彩虹终将会出现 真的 大家要加油 不要因为一时的 这个叠 就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人生都还是要往前走的 还是要往前走 雨过终究会天晴 彩虹终将会出现 大家加油 好吧 感谢各位 别忘了订阅哦 好 谢谢阿翔老师的分享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资讯 赶快加入老师的LINE Ads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我听到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